说到青帮,对历史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青帮在旧上海滩是最大的黑帮帮会。 世人都以为青帮的老大是黄金戎或者杜月笙,但其实他们两个并不是青帮真正的创始人。 青帮真正的创始人是一个女人,没错,就是林贵笙,此女才是青帮的创始人。 后被逼离婚,临死前的遗言,让男人胆寒。 林贵笙出生于苏州,她的家庭背景也是跟黑帮有关的。 所以从小受到影响的林贵笙,性格就像男子一样,非常强势,而且也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女人。 虽然她的家庭条件非常不错,父亲也很有钱。 但是林贵笙却想像男人一样打拼,闯出自己的一番天下。 在二十世纪初,林贵笙在上海开了一家妓院。 后来生意越做越大,还结识了当时的黄金戎。 在认识林贵笙的时候,黄金戎还只是一个小人物。 在上海滩的地位也不高。 林贵笙看中黄金戎,是一个法租界的探长。 有一点权利。 而且黄金戎也是一个非常有手段的人。 于是两人不谋而合,成了亲结为夫妻。 可以说,黄金戎能娶到林贵笙为妻,也是高攀了。 夫妻俩逐渐扩大自己的势力。 而黄金戎也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探长,成为了黑白两道通施的大人物。 可以说没有林贵笙,就没有黄金戎。 只可惜,黄金戎这个糟老头子,因为好色看上了戏子陆兰春。 还因为陆兰春得罪了军阀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家,吃了不少苦。 正所谓英雄难过美人观。 黄金戎作为一个男人也一样。 后来为了陆兰春,要跟自己的老婆林贵笙离婚。 林贵笙也是一个十大体的人。 在之前,他知道黄金戎在外面有过不少的女人,但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 他的要求就是,黄家的女主人必须是姓林的。 也就是他林贵笙。 后来黄金戎想要娶陆兰为老婆。 而陆兰春当时还正值青春年华。 黄金戎已经五十多岁了。 陆兰春不想嫁给这个满脸马子的糟老头。 于是就提出要求。 说自己要嫁给他可以。 不过黄金戎要明媒正娶。 娶他为妻。 而且他要做黄家的女当家。 原本以为黄金戎同意。 林贵笙也不会同意。 这样子自己就不用嫁给这个糟老头了。 一开始黄金戎也是非常为难的。 但是又不想放弃陆兰春。 毕竟自己为了这个女人,也吃过不少苦。 不是黄金戎找了杜月笙当说客。 让杜月笙替自己向林贵笙说这件事情。 林贵笙是谁? 是一个好强的女人。 他知道这件事之后, 要求黄金戎给他五万大洋。 于是便离开了皇宫馆。 住进了杜月笙, 为他准备了一所房子里面。 1981年, 林贵笙在上海的老房子里面, 孤独死去。 在他去世前留下一言, 说此生不相信爱情。 女人还是得靠自己, 并且告诫天下的女子。 男人可以利用, 但是千万不要付出真爱。 不然吃亏的还是自己。